姐 杨柳 听说你回来了 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了 那姐 你们慢慢逛 我就先走了 邱阳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情况啊 这杨柳回来 你魂都不见了 是吧 你别忘了你是结了婚的谁 没有 姐 你 不用说邱阳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马上去办离婚 干吗 其实你没必要上那么大气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应该当着我姐面 提离婚的事 咱们就赶紧的 明天麻烈地去 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互不耽误 这样你我杨柳 咱们三个人都解脱了 真的那么容易解脱吗 就算我解脱了 你能解脱吗 你不是还想生一孩子吗 我可以去孤儿院领养一个 你想生一小孩 我觉得 可以再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办 是吧 那你想怎么聊啊 喂 杨柳 怎么了 我怎么了 不用 不用 你什么时候 我都不懂 反正我就想跟她好好谈一谈 你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杨柳的爸爸走得太突然了 他们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要去帮忙在情在理 其实我希望自己可以坦着 去面对这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 在这之前我必须要坦着 面对我们的感情 你心里不舒服 所以你要找他坦 可是你要跟他坦什么呢 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去说什么 要不然这样 我帮你出个主意 你要不要听 梁梁 你不能太伤心过多了 你的身体不允许 你只有身体好好的 杨叔叔才能放心 没关系 还有我呢 你姐到医院检查身体出了点状况 怎么了 她怀孕了 怀孕了 喂 邱阳 我跟你说啊 我怀孕的事情 你要是敢告诉张成龙 我跟你就断绝姐弟关系 谁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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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怀孕了 不是 舍下怀孕了 没有 想怀孕想疯了这是 喂 梁梁 我 你别担心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 我主顾好多遍了 但我真的很担心 这事会影响你的身体 对了 你干吗去啊 回去了 不是说了要过夜吗 你不明天也早有事吗 杨叔刚刚去世 杨柳打击挺大的 她现在连一个亲人 和受伤化的人都没有 这会儿我不管 说不过去 但是我真觉得 有的时候你对她的关心 我觉得有些越线了 杨柳一个人在国外十年 她是个足够独立的女性 她现在是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她自己一个人处理 这些问题也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难 可能你自己多不清楚 到底是她需要你 还是你需要她